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调理我们气不足 导致的疲劳 睡眠差,失眠多梦 半夜睡了一会儿容易醒 这种情况呢 我们来去做什么 振小腹 小腹这里游泳我们的官员有气骸 他还是丹田 就是储藏我们人体的气的地方 气骸嘛 我们去振动的把你的气 调动你起来,走到全身 让你的气不足 然后睡觉变得越来越好 下面跟我一起来练习 首先呢,把手掌 然后两个合十 把你的左手在上面也行 右手在上面也可以 做完以后呢 把你的这个小鱼记外侧 就是你的对着我们的小腹 小腹这里 先找到肚脐 好,肚脐往下 小腹这里,就是气骸和官员 下面止骨在正中间就行 手放在这里 然后两个脚分开自然的站立 轻轻的把手打开 落下来自然的落下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放松 这样去做 自己数数 轻轻的落下来 再做 做多少呢 做个四十九次 基本上我们做四十九次呢 全身感觉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气 好 尤其是气不足的 经常呢 感觉到肚子瘪的 早上起来可能还有一点气 到晚上呢 就比较累 疲劳的家人们 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做好啊 轻轻的去给它敲动 好 每天练习 四十九次 这个呢 就是我们正小腹的运动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私信和我联系 我会为大家解答 下期见 谢谢